你自己看好 刚才已经说自己在舞蹈上面不敢搬门弄 接下来舞台交给你 是一种力量 新生活 新姿态 新的舞台 你写的每一句 每一夜 每分期待 在这里我已经找到我的一面光彩 这不是幻想 是一种力量 好 这是一段只有上半身的动作的舞蹈 你只是往前走了一步是吧 而且只有右半身 因为这个舞蹈是我唱歌的时候跳的 我的左手在拿话筒 所以大家发现我只有右半部分 来 来西 来西 我已经找到我的一面光彩 这不是幻想 试着是一种力量 新生活 新姿态 新的舞台 你写的每一句 每一夜 每分期待 在这里我已经找到我的一面光彩 这不是幻想 试着是一种力量 好 谢谢 我已经找到我的一面光彩 这不是幻想 试着是一种力量 新生活 新姿态 新的舞台 你写的每一句 每一夜 每分期待 在这里我已经找到我的一面光彩 在最后的决定之前 我们先有请评委老师 简单的主意点评一下 其实这个模仿这个环节 其实就考验一个现场的反应 我觉得前面那段舞 就王姬老师出那段舞 我觉得他们两个模仿的 可能稍微容易一点点 因为那个风格上 因为大家还能熟悉一点点 单臂女侠的动作确实很难 对于凤凤团家俩 对于那个谁都很难 其实找一个要素就可以 其实每个四个人 有不同的表演风格 就模仿这段 我们看的不是你跳不跳下来 我们就看你对不对 有没有那个点就够了 其实我个人也跟丁老师一样认为 我认为上文节这一段 看起来很客气 其实非常难 反而前面那一段动作比较多 容易模仿一点 好吧 最终的结果 三位朋友老师商量一下 王老师 王老师 王老师